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资深媒体人杨光宇先生 我们的观察员依旧是夏合先生 我们本期继续我们的华人参选先行者这个话题 那么我们很荣幸地请来了这个龙敬女士 您方便先介绍一下自己吗 好啊 我其实是武汉人 我是胡不老 不过我五岁就到加拿大来了 所以其实我的武汉话比我的普通话要说的要好多了 好多了 好多了 听见懂啊 因为刚刚开放 刚刚开放的时候 对 改革开放才五年啊 那你是 18年改革开放 六年正 六年正 但是龙敬女士应该是伴随着改革开放 承承起来 是 是 我其实我那时候我的父亲他是留学过来的 我们那时候探亲过来 我们现在还没有移民 后来我们来了不久 就一年我的弟弟就生在加拿大 其实我们那时候还 我的父母还是很苦的 那时候我们刚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 我每一家四口 其实一个星期只有三十块钱买东西吃 其实那时候 一个月三十块钱还是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三十块钱 龙敬这个话里包含了另外一个星期 不是你的私人星期 就是说我觉得 你像现在我们晚上经常有一个争论 就是说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天堂 美国加拿不过如此 那看来那个时候也是 因为我们的身份不固定 那时候我记得我的父母很着急 我有时候每一天晚上就跪在这个床旁边 求神 让我们 求神 我们是基督教 让我们留在加拿大 因为多多少少 我的父母真是觉得 这个加拿大 其实是对我和我的弟弟的前途 是在加拿大 所以不管什么样子 他们总是想留在加拿大 这好像对我们现在这一代的很多移民 其实也都是抱着这种出发点来移民的 都是为了下一代 都是为了下一代 那时候差距更大 中国和世界差距特别特别大 那个时候 所以说一旦出来 没有人不想留下来 应该是这样 那其实龙营应该算是比较早一点 这个移民二代啊 如果用现在流行的话里来说 应该算是二代的 那从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你就是对这个政治方面的工作 产生了兴趣的 想要从政的 我进了政治的话 其实我就是毕业的高中毕业的时候 我就进了一个做义务工 我们做义务工是专门帮助新移民来到加拿大 是怎么样生活 是怎么样帮助他们 在加拿大 那时候我做这一方面 我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我也是从那里 对不起 我能打断你一下 对 我可能已经要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觉得做义工有意思 是因为这个 你从事了这个 觉得别人看到 帮助了别人有意思呢 还是你因为从小被别人帮助 然后你觉得回馈有意思呢 我觉得两方都有 一个是我记得我小时候 有些人帮助我们 给我们一些玩具 给我们一些帮助我们 在加拿大跟我们说是怎么样做 在那时候我们是很感谢 最小的事情 但是对我们是有很多的感谢 然后我帮助别人的话 我觉得我也是能够understand 我也是能够懂 他们是过来的是什么样的feeling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的时候 是很有一定的satisfaction 我就是想 我觉得做这个很有意思 那我就想我到法律学校 我可以用这个法律 我可以等于是再可以帮助大家 有一定的权利 法律就是知道 更多的去帮助大家 就是有权利 所以我上了多大法律学校 然后我毕业的时候呢 本来是在杯街 后来我觉得杯街 就是算挣很多钱 我也没有帮助到 我真正的有很感兴趣的 这些范围 那你真正感兴趣想帮助的是哪些人什么样的群体 我就是回到我的这个做医务工的这一方面 这是我第一个印象 我是很有这个感兴趣的做事 所以我就觉得我就回到我这个rutes 我就是进了这个移民 我当移民律师 不是我是说 有两个问题 其实一个是夏合的问题 还有一个是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我想 问一下你觉得 你是说你包括你的这个 你的工作 或者你做义工也好 你是很想帮助别人 那么你想帮助的这些人 是什么样的一个群体呢 你能不能大概给我们描述一下 这是第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为什么 就夏合的问题是 那你为什么又想从政呢 其实也是一个我想问的问题 就是说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从政能更好的 帮助你实现你这种想法呢 我想帮助的人 就是需要有一个人 需要我帮助的 就刚来的新移民吗 新移民是有一方 不光是新移民 就是说你是老新移民 或者你来到加拿大很久 但是你需要有一个人 你要有事 我可以帮助你 我就是觉得 这个对我很有益 就只要任何需要你帮助的人 可以 如果我可以帮助 我就可以帮助 那就很好 就两个条件 那就是很好 任何需要帮助的人 你又帮助得到的人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好的 我有力气帮助 我觉得是很好 我做这个律师的话 做了九年 现在我等于是他们 一般的承认我是一个 Expert Expert就是专业 OK 在这个国会的时候呢 他们就是讨论这个移民 这一方面的话 他们就 有时候就叫我到那里去 等于是 我是专业 彭天生 问我 问我一些意见 我就是上个月的时候 他们问我到那里去 给我一个很奇怪的这个问题 对我来说 他问我 担保女人的话 担保这个夫妻的话 保护女人是怎么样保护 我现在觉得这个有点奇怪 对 对不起 这个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 就是说 夫妻团聚移民 对 如果那个 女的在这里 还是男的在这里 是这样吗 就一方 夫妻的一方在这里 对 然后另一方过来 是怎么个担保法 是这样吗 对 是这个 是就是这样子 他就问我 那要保护女人是怎么样保护 保护女人 保护女人是怎么样保护 这个是对我来说 一般的他们谈移民 就是谈经济这一方面 保护女人是怎么样保护 那我 我再想一下 我就在那里去 我才发现 到底他们是什么意思 对 这个问题很好 因为我们也在想 到底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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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是保守党在那时候 他们就是想 担保你的夫妻的时候 他们想过 要你过一个英文考试 所以如果我想 担保我的 我的husband的话 我的老公的话 那如果他不懂英文的话 我就担保不了他 反之亦然 反之亦然 就是说如果是 如果你要担保你的妻子的话 对 太太也不行 那就是说 是不是我可以理解为 他们认为 夫妻团聚于民 英文也是一个条件 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是这样吗 就是了 那他是为什么觉得 英文是那么好的条件呢 他们就是说 这是要保护女人 所以我 我说一个事情 给我很生气的 我跟你说 我到那里去 有一个保守党的 这个国会员 就问我这个问题 他说 你是不是觉得 要保护女人 这个女人 就应该是 知道英文 有学问 有工作经验 我说你 你说的是磨面其妙 是吧 就是说这个女人 没有学问 没有学问 她就不能够保护自己了 可能也不能结婚 就是问 她说 我说你的政府 怎么能够站在 这个爱情当中 你把一个技术移民 跟一个家庭团结 混在一起了 就是算一个女人 她不知道英文 也不等于是 她就需要保护 就是算她知道英文 也不需要 等于是 她不需要保护 这个完全的原因 是完全莫名其妙 母音 我对不起 我听一下 对你这个 这个故事应该是这样 就是说夫妻团聚于移民 他们增设了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是 一定要你的英文水平达标 那么是这样吧 对 对 就是说 如果你的英文不够的话 就是不管是你 担保先生 还是我担保太太 都不行 因为她英文能力不行 我就不能保护她 按照你 对吧 对 这个确实是有点有意思 对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说 龙英 你的意思就是 看到了这个国会议员的表现 和他们平时这种工作 你发现他们等于就在 用这种荒谬的东西 来浪费 拉税人的钱 所以还不如你来做这个事 所以你想 走入正中 我就是那一天晚上 我就睡不着觉 我就是说 我就是在想 我们要 这种样的 这个法律的话 会伤害我们的人 是不是真正的 会伤害我们的community 我们想结婚 爱造一个人 想 就是以后这个 你看咱们现在不是 这个择偶的标准 叫高富帅吗 是吧 那现在以后就是 高富帅都在后码 第一个是 就是把 贾老师那句话 英格里是英格里 英格里是高富帅 可能是贾老师 给他们提的意思 但是 这个不应该的 这不应该的 那为什么 反人性的 反人性对我们 这个community 是多么的伤害我们 那我就是觉得 人家应该知道 现在的移民法律 到底是怎么样 不光是这个法律 还有许多的 其他的法律 那个龙医师对不起 对 我说到这里 我就想打断你一下 因为我们之前 也做了几期 比如说这个 投资移民一刀切 这个技术移民 就是我们曾经 在这个节目里 做过一个争论 对不起 我就占用您两分钟 听听您的这个说法 我们有一个观点 就是说这些 移民政策的改变 是不是针对中国人呢 我们觉得 这中国人是叫 躺着也中枪 想问一下 您的专业营件 您怎么想 您怎么看这个事 或者简单的个问 你认为这里面 有没有歧视的成分在里面 我说一下 现在的法律是怎么样 你们自己决定 OK 现在的话 如果我们是中国人 我不管你觉得 移民是好还是不好 觉得移民人要许多的来 还是移民人不许多的来 但是我总是觉得 移民应该是平衡的 我是中国人 我应该可以移民到加拿大 跟澳大利亚人一样的 可以有这个公平 对吗 现在就不同 现在的话 如果你是中国人 技术移民 关得很紧了 投资移民已经关了 家长移民也是很紧 OK 就是算我们要 申请我们的夫妻 都可能他们有英文 OK 那现在的话 就是你有智慧 有有这个 有有这个钱 都不能给移民 但是到澳大利亚呢 澳大利亚他们有 一年有11000个 开的工作证 给了他们 可以来到加拿大工作 开的工作证 他们不需要什么条件 只是需要 他是澳大利亚人 他是30岁以下 他就可以来到加拿大工作 工作一年之后 就移民了 OK 从Ireland 那个移民部长 他就是Ireland的 的跟 ancestor是Ireland 他在Ireland说 我们需要Ireland的人 来到加拿大 OK 一年就给到Ireland的人 一万个开的工作证 只是需要说 他们是Ireland的人 他们35岁 就可以来到加拿大 开工作证 法国一万四千 英国快六千 德国快五千 那我们从中国呢 中国人呢 是个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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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是说 套有一句话叫 你懂 对 你懂的 那就是说 我觉得 新教不宣了 对这个龙营的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最迫切需要的是一个 华人的移民部长 是这个意思吗 不管是华人不乎人 但是我觉得 你的移民政策 总是要一个 要共平 总是要共平 对不起 我觉得 我们虽然讨论得非常好 也很非常感谢这个龙营 我觉得我是第一次 能跟一个这个中文这个流利 忽流利忽不流利的人 交流得这么开心 对就是有时候他的这个 因为你的这个让我能产生很多的这个联想 而且你的这个专业知识又是那么的强 我觉得很开心 但是对不起 我们可能这个录片了 所以我还是要把你带回到这个里面 那么我有一个就是 你现在的背景是NDP 对 据我所知 NDP的这个 它和工会的这个关系是很密切的 但是有一个现实是 你的选区是 埃政阁 埃政阁 对 埃政阁的是 北面是Steel 蓝是四年一 西是Victoria Park 东是从Steel到Finch 东边就是Midland 然后Finch到这个四年一 就是Britney 好的 那这种情况下 你那个区应该很多华人吧 是很多华人 这是传统华人区吗 对吧 传统华人区 大概是50%都是华人 对 就是差不多一半都是我们华人 但是这个华人呢 有一个现实情况是这个 大多数华人对这个工会的印象都非常差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对 因为我们你看我作为中国人 可能我对工会了解不多 但是我所能见到的就是工会一天到晚罢工 而且罢工就是专挑时候最好的时候 一到夏天了 天气好了 一会儿垃圾工人罢工了 一会儿邮政工人罢工了 TTC罢工了 TTC罢工了 警察也闹 对 就是凡是这个有这个公立企业或者是这个大企业的 凡是有工会的没见过不罢工的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是这华人反而这个很多工资拿得不高的呀 或者新来的移民工作就是说很多是这个体力工作 很少能见到能够有这个工会保护 反正我当年刚来的时候我就做这个体力工作 我从来没有谁工会帮我说过什么话 所以我对工会我确实是有点负面影响 你怎么你觉得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我觉得工会是应该是保护工人的 但是现在的话我们这多几十年的话都是这个保守党和自由党 他们跟这个工会关系实在是搞不好 如果我们NDP进来的时候 我们是真正的是想要工会真正的要保护我们工人 工人的话也可以得到这个好趣 但是那你现在就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这工会确实是有它很多的问题存在呀 它并没有说真正帮助了需要帮助的人 而且是利用工会的这些势力啊 做一些不必要的罢工啊 下河的意思是这样 就影响了这个服务 像你的这个区里有很多人需要这个工会保护 但他们却没有得到工会保护 有很多人已经不需要工会保护了 他们却利用工会的这个power 然后得到了更多actual的利益 你觉得你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的印象是这样的 而且这个印象就是不是我们的印象 是绝大多数华人的印象 而这些华人恰恰都很多在你的这个选区内 你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问题呢 这个question是一个复杂的这个问题 这不是很简单的这个答案 但是很重要的话就是要第一要听到 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区的工人 他们的意见是怎么样 我们先要听一下他们 然后要沟通给到这个工会 要跟他们说我们的工人的这个意见 你是怎么样解决 要两边要讨论 我们我们的这个 我们当这个国会员的话 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duty 就是要代表我们区的工人 我们区的这个voters 我是要代表他们 他们的意见是怎么样 我要跟这个工会要说 现在你的区 可能的一个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80%甚至90%的华人 没能加入工会 能加入工会 目前没有 为什么说这么说呢 就我插一下 这个我可以这么说 夏合网友 夏合朋友观察员 对这个工会有一定的误区 理解上有一定的误区 为什么呢 你提的刚才那几个工会 都是什么样 都是垄断行业的 或者是政府行业的 TTC 垃圾工人 邮政等等 它都是垄断行业的形式的发工 我们能看到的 感受到的 都是对我们不利的 但是你没看到的 比方说钢铁工人 比方说这个 就有很多建筑行业的工人 这个他们谁 也是有工会组织的 而且他正在保护这些工人 包括我们华人这些工人 我给你举个例子 任何一个 有工会组织的这个企业 它在lay off人以后 它不可以雇信任 在同一个岗位上 如果你雇信任的话 必须把这个lay off人 召回来之后 你才能雇信任 这就是有工会的一个表现 这个不像在其他国家 某些国家比方说 你像下河今天 你30多岁能干 我雇你 一小时10块2毛5来 干干干干 你明天65了 或者55了 你体力跟不上了 你节奏跟不上了 你回家 我再雇另外一个35的 这个对谁不公平 对你不公平 为什么 你年轻能干的时候 资本家不学你 对资本家公平 跟你老了 对工人不公平 一脚踢出狗一样 所以说加拿大 为什么没有发现这种情况 工会 工会我们加拿大的 和解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 所以说 我们有很多华人朋友 对这个工会有一个比较歪曲的理解 怎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长期的保守党 和自由党执政 它在客观性上面 包括各种媒体 它在歪曲和丑化工会的形象 其实工会并不是那么回事 就这么说吧 如果没有工会 你现在绝对没有 十块两毛五都对这公司 就这么简单 但是 很精彩啊 我觉得 光宇应该也去参政 加入 我是说 刚才这种话吧 NDP的人本人自己不能说 为什么这么说呢 NDP它跟工会还是两回事 但是我们就论事 回到这个 农营的这个选区上来说 就是说 我们现在 它这个选区里的很多华人 他是没法受工会保护 因为他不是工会的成员呢 他是他也不告诉你啊 很多人是的 比方说 那个旺 很多工厂啊 有门窗厂了 钢铁厂了 他是工会会员 但是他就刚才做工厅可以了 但是问题是这样 据我所知 目前 释迦宝 它有很多这个 有很多的这个 华人企业 它都没有 没有工会保护的 没有工会啊 就 小的有 像咱们三大报吧 最大的星岛 它有工会 明报它有工会 它是有工会的 那 那行 那我们就是换到另外一个 我想问一下这个龙莹 假设你现在是你们这个区的这个候选员了 大家都很喜欢你 很支持你 你面对你这个选区 我们想一下你刚才谈的Steel401 Vertal Park和Midland 这个路坑坑洼洼洼 释迦宝有一个外号叫Skyrbo 然后这个脏乱颤 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对 就是你不能说 你代表NDP 就是能够为工人解决 4块285的最低工资 这就是说你们就是要 如果有这个政治权利的话 这是你们唯一能做的事情 和可以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还是很不够的 我为什么交于NDP呢 NDP其实这个党 就是为了老百姓做工 我们就是要说 我们投资的这个 只交这么多税 我们辛辛苦苦交税 这个钱呢 就应该在我们手上 这钱就应该投资 到我们自己身上 请问一下 那听你这话就是说 钱现在没到我们身上 那去哪里了呢 钱呢 我给你准个例子 好 我们现在觉得这个政府 以前是liberal 自由党 他们推迟的时候 他们就是贪污了很多 现在这个保守党呢 他们的贪污 用的这个不三不四的这个钱 钱用的不三不四的东西 是特别的多 打比方 OK 这一个 他们要打广告 等于是打广告 宣传他们自己的 economic plan 他们自己的宣传自己 用我们的钱 劝在他们自己 花了一亿 一亿块钱 他们就是 Harper 他要去到印度 OK 他去印度 他到那里去 印度有很好车 要他坐 他说我不坐 我要坐我的车子 他把他的车子 运到印度 但是花了一亿块钱 一亿块钱 一百万 一百万 一百万加币 然后我没说 我只习惯我们家的马桶 这也不知道花多少钱 那您认为这些钱 这些钱应该投到什么地方 这些钱呢 就应该投在我们身上 我们现在在斯加坡 我们要开车到上班 有时候要花一两个小时 在路上 这个钱是时间 是宝贵的 而且很颠 到处都是坑 都是坑 我们车子一开 就要修 这个就有flat tire 这个不应该的 我们交通 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城市 现在在垮了 我们需要有一定的计划 不光是说我们要投资 我们需要有一定的计划 哈勃只要少去两次 印度的那个 少把车 就是我们就把路就修好了 对吗 其实周知慧那时候 他是当NDP的 国会议员的时候 他就是说 我们要有一个计划 有个National Transit Plan 我们有计划 我们每一年 要给我们城市 要多少钱 我们要专门 做这个Infrastructure 就是说 你的观点就是特别清晰 我们其实不需要 从民众那里 拿出actual的钱 只需要把这些 用你的话说 花到不三不四地方的钱 拿回来就行了 是这个意思吧 但是这一点 我觉得 我还是很有一些疑问 疑问在哪方面呢 有两个方面 一个 这个保守党 自由党 这么多年了 这个公众基础设施的建设 一直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你看一个建一个轻轨 建一个地铁 要想扩展一下 这么多年 讨论不下来 到现在到多伦多 还是就这么一条地铁线 第二个 就是你认为 在这个基础设施上的投资 它不是一个小的数目 光是从这省一点 能省得下来吗 能省好几十台量 是吧 对 就是说 那肯定会最终会导致 增加我们这个纳税人的税收 或者是把现在这个政府 已经很大的 这个财政赤制的窟窿 会变得更大 这个我觉得作为选民来说 会对这个很有担忧的 OK 我很喜欢你的问题 因为你问的问题 就是观众他们 大概自己想的问题 我想跟你答一些 这个 我给你30秒 OK 好 第一 NDP 我们保证 我们不会 raise这个 这个tax OK 那你从哪里来钱 从哪里来的钱 OK 第二 你们我们这个 transportation 如果我们 infrastructure好的话 那我们可以提高 我们的这个 这个business right 我们的 我们的 在这里 我们可以 提高我们的economic right 我们waste 多么多的这个钱 on 这个时间 on the road OK 第三 OK 现在我说的 不光是这个 这两件事 这两件事是小的 OK 有很多的这个 大的公司贪污 贪污到 把这个钱 送到这个 其他的国家的 这个银行 OK 等于是evade tax OK 他们逃税 逃了多少 多少税 126 billion 那是多少 1000 1260亿 这个1260亿 你给我10%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 释迦坡做得很好的 这个轨道 right 我做得很好的 这个路 好了 突然我想actual的 我想问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 我是想问夏合的 因为我记得 我们之前在这个 有节目上 我们有一期叫 华人 为投票 要不要首选华人 那么夏合 这个有一个观点 就是夏合认为 什么都不需要 就需要贾老师那三个字 英雷是英雷 英雷是 那么现在呢 我这期的感觉 我觉得像龙莹吧 他给我的感觉 很年轻 很单纯 很有冲劲 很有勇气 那么我在想 是不是 你觉得这个 是不是符合你的标准呢 我觉得标准 我本来上一期节目 曾经谈过 我本来没有标准 我觉得只要英文够好 就能够有这个能力 去沟通就可以 那么龙莹 龙莹是 我英文是 我第一个语文 我中文实在是不好 这一点是没有 远远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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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呢就是年轻单纯啊 就是他像一张白纸一样 对于政界来说 对 但是我们华人 整体来讲 在加拿大的政界 都是一张白纸 因为我们基本没有参与过嘛 所以这两点 不是我担心的问题 我担心的问题是 你有没有这个 政治上的经验 因为政治上呢 不光是你有这个理念 你有这个冲动 你就可以实现你的目标 我们要把选票投给你 要求你能代表我们 要办成我们想要你办到的事情 那么呢 其他的党派有代表 其他不同的利益阶层 你怎么样去跟他们打交道 你怎么样才能为我们争取 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你有这个能力没有 我给你15秒回答 15秒 OK 你有你的经验 你的政治经验不够 OK 我的政治经验 虽然是比较少 但是我没有被这个政治 有一定的污染 OK 我说话就是说的 我心里说的话 说到做到 说的都是代实话 对啊 如果我做了9年的这个律师 我也有这个人力 可以辩论 OK 我也有人力 可以代表我们的人 OK 我是 你要我做什么事情 我是真心的 是听你 我可以做得到 我就是用你做得到 那么呢 我们这种话呢 听了很多以前从政的人 几十年前的人都说的 那么但是呢 5年 10年 或者是他们一旦手里 有了这个一定的政治权利 那慢慢慢慢就开始变化 似乎都是不由他们自己的意志 能改变的 那么你怎么能保证 就是在10年以后 15年以后 你不会变得像他们一样 像现在这个既得利益阶层 像这个保守党一样 你会不会我们也看到这个 龙莹把自己的车运到哪里呢 对啊 或者有自己的专机 我就是让我们的这个Volter 真正的是guide me 我是听你们的 你们要我是怎么样做 我就是让你们guide Have you guys let me know what I need to do 就是说你刚要把车运过去 我一个电话就不运了 是这意思吗 就是的啦 你跟我打电话 说你用这个费用了 那我就觉得 我本来都不会运这个车子 这本来都不应该真是 你满意吗 我满意 然后我现在只能说 我姑且听之 然后龙莹呢 你的年纪轻 所以你有机会和时间 去经受挫折 然后我认为 成功地希望呢 在你们年轻这一代的身上 能为我们移民二代呢 做一个很好的榜样 用英文来说叫road model 所以路漫漫其修远系 龙莹将上下求索系 分享你的思维 公众你的思考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通过电话 电邮 网络发帖的方式 参与我们的话题 与我们互动 你的声音 我的声音 我们的声音 你的多伦多 我的多伦多 我们的多伦多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下期的 本期的多伦多 本期的多伦多